来 哥 吃点葡萄吧 怎么了 情绪不高啊 一个什么事了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我被欺负喽 被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 美美啊 跟我说说 哥 我跟你商量件事啊 我现在这工作我不想再干了 不想干了 为什么啊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那个金正不是挺欣赏你吗 对啊 那是以前 现在那个老女人啊 就是傅一平的前女友 处处跟我作对 还针对我 我真的没法再干了 跟你作对 为什么呀 谁知道啊 可能嫉妒我比她年轻漂亮吧 哥 你真的要帮帮我 要不我真的没法再干下去了 那你说 我怎么帮你 你知道吗 现在那个盛果葡萄酒业的徐光天哪 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 哦 她也入过了 这徐光天也做起平面媒体了 就是那个老女人把她拉进来的 而且啊 我平面抢过来的单子 都被那个老女人说成是她的业绩了 哎呀 这种人 靠投机和小聪明成不了大气候的 你啊 别跟她们一般见识 是啊 我是没跟她计较 可她不行啊 非把我挤出去不可 那什么意思啊 各干各的呗 她想让你离开公司啊 嗯 我不知道她跟徐光天 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徐光天啊 处处帮着她 针对我 我看啊 差不多快把我挤出去了 哎 不对吧 这个徐光天她知道你是我妹妹 她怎么 不会不给面子吧 知人知面不知心 社会上这些人 能有几个那么容易被看出来的 哥 你就出面吧 你再不出面我就干不下去了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嗯 哎 哥 来 吃点水果 哎 甜 那我先去睡了 这几天因为这些事 一直没睡好 哦 对了 明天啊 找个按摩室 给你做个全身解压按摩 好啊 哥对我最好了 嗯 快去吧 我去睡了 韩室 你给我等着瞧 我就不信还赢不了你了 我发誓 下个月 就让你从乐意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